它飞翔一样,头发再一挑,特别的耍头 特别有意思的一次就是我在骑车的时候 一个骑摩托车感觉就大一个人 可能就没看过吧,特别好看 一直不会不断地回头看我 然后骑有一串 然后他就等着去,他又回头看 他一不小心,前面一个石头嘛 摩托车就倒了,太倒了 我一头看,很高兴吧,骑过去 我骑过去还是回头看不出来,笑一笑,我还是走了 就做这个以后,特别就觉得会到别人的领导 可是在水里学游泳,毕竟很不同于在陆地上学骑车 谁心都能 就算不手脚健全的人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也不可能从完全不会游泳飞跃到冲刺国际比赛 静瑶虽然学会了基本的隔游技能 但是他能不能在全省,甚至全国选拔赛中脱颖而出呢 全国选拔赛要全面考察运动员 蝶泳、羊泳、挖泳、自游泳的技能 对于静瑶来说,最艰难的就是学习羊泳出发姿势 对于普通运动员来说,羊泳出发并没有 用手抓住直地掉环,羊面越入水风即可 而没有双臂的残疾人则必须用牙齿咬住一块毛巾 将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牙齿上 才能获得最大爆发力 很多残疾运动员为此牙齿断裂,随重出现 牙齿都快远掉了,牙齿就很紧着着 呼吸都听得很大,大家都很穿出现了 一个正常人员一两次,他就必须员十几二十次,甚至一辈一次 毛巾都被咬,失去得很快,一天一两次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 一个星期下来,青老早碎了十几条毛巾 牙齦发炎,嘴巴酸得说不出一句话 其实,能用手臂的艰难,庆瑶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了 十年前,她就试图用双脚带去双手 那种常人无法体会的困难,至今还不容易感应 那一年,青瑶刚刚六岁 眼看着小朋友们一个个背起书包上学了 自己却只能待在家里 我当时说了一句,我没有手还有脚 然后我就开始用脚写字写字 脚必须小,不是实话 小跟着鼻子走一样的,没办法 初学写字的艰难 让六岁的小星瑶盼望有一双实戚在在的手臂 我觉得,这众话都给我视乎也是上街 folks 都不会亏 对吧,我不认识的时候呢 这众话牵涂无法出来 eight seed 妈妈告诉她 失去了双手永远也长不出来了 得知这个消息 小青瑶哭了整整 avete 六岁的小青瑶第一次面临人生的选择 要不要坚持练字 要不要争取上学的 在得知双手再也不可能长出来后 小青鸟第二天便起了个大嫂 开始练字 幼年时一个人在家的孤独 让她特别向往学校 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 在她看来是最大的快乐 一个多月过去了 秋去东来 天气转凉 四川的冬天非常阴冷 赤脚链子让小青鸟吃尽苦头 从那一年起 青鸟不论冬夏再也没穿过腕 整整一个冬天过去了 就在春季开学的头一天 小青鸟终于用脚写出了第一行字 第二年春天到来的时候 小青鸟便如愿以偿的和正常的孩子一样 背起书包上学了 从六岁那年冬风以后 青鸟自乎感到 经历了那样的艰难 经历了那样的艰难 自己的双脚已经和双手没有任何区别 甚至比一般人的手还要灵敏 她学会了切菜 煮饭 红衣服 画过画 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 我知道 我一直用双隐形的翅膀 带我飞 没过绝望 学会了这些以后 青鸟不满足 仅仅能在生活上自立 她想要挑战自己身体的起泄 青鸟想到用体育来证明自己 她报名参加了笑亭新队 凭借超乎常人的天赋和勤奋 半年后就代表乐山市在省残运会上 夺得了四赢两同的好成绩 青鸟的事迹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关注 也打动了当时的夹江县领导 我非常感动 看到的是一种希望 一种信心 很快 青鸟的故事飞出了夹江县 被全乐山熟知 人们争先恐后地打听她的成长心路 大人孩子都被这样一个残疾女孩鼓掳着 雪片般的来信 纷纷寄到青鸟的学校和家中 每当青鸟遇到困难的时候 总会拿出这些信件仔细阅读 一些热情洋味的文字 似乎给了她一双勇敢的翅膀 让她忘记了肢体的残缺 今天 游泳再多给了她同样的挑战 青鸟告诉李教练 她决心就如当年练字一样 再次以脚带手 在游泳上创造奇迹 冬天到了 乐山市没有室内游泳池 青鸟每天坚持超负荷在陆圈游泳池训练 仅仅学习游泳三个月后 奇迹再次发生了 青鸟真的被选拔为四川省的备选选手 备战明年的全国的奥运选拔赛 离2008年奥运会和藏奥会越来越近了 青鸟的梦想在她的努力下 也一天天变无现实 我一直追求的 我自己的基本的标签是什么 它是像奥运的精神一样 更快 更高 更强 就是正因为这个兰化政务的关心 以及社会各界队的关爱和支持 使雷青鸟插上了一个隐形的字 同时她这种精神也可以激励我们全市正在开展的 英奥运讲文明书信